欢迎您继续收看华人世界 说起中国的武术冠军陈虎 可能很多人还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说起他的徒弟 您可能就不会那么陌生了 像好莱坞明星基努利维斯 还有卡梅隆迪亚兹等等 都曾跟随陈虎学习过中国武术 可以说这个年轻人让很多 完全不懂中国武术的美国人 了解了中国武术 而最近美国影星基努利维斯 正在与陈虎筹拍一部新的电影 我们今天的华人故事 就先从这部新电影开始说起 2010年10月 美国影星基努利维斯来到中国 分别在香港 澳门和北京 成都等城市穿梭往来 为他接下来的一部中国元素的新电影 太极虎选择拍摄的外景地 一个年轻人则一直陪同在他身旁 这个年轻人名叫陈虎 是一名电影武术指导 虽然说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中国元素的好莱坞影片 但现在一个美国影星直接投资拍摄这么一部 关于中国太极的内容确实有些不同以往 基努利维斯先生他是这部戏的导演 他自己就觉得他不仅仅要介绍这个太极 太极拳给全世界 他希望介绍的是整个中国当今是什么状态 我到北京来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把整个这个信息传递给全世界的观众 而在这之前作为武术指导的陈虎 2010年拍摄完成的第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功夫侠》 这部电影的成功开拍 也与这位美国影星的投资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我的帮助也是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大 就包括没有他 我这个前面这一部《功夫侠》 可能也无法完成 我也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个哥们 这段哥们的友谊开始于一部美国电影《黑客帝国》开拍之时 那时候陈虎担任男主角基努里维斯的武术教练 让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武术从一无所知 到在电影中流畅地展现武术动作的过程中 陈虎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级第二级还有很多的这些比较经典的动作 包括他耍棍 包括他后面还有摆了一些太极的这些姿势 这些都是我教的 然而几年前 当陈虎刚来到美国时 情况却大相径庭 从小时候八岁起就走上习武之路的陈虎 在取得了国内的中国少年武术冠军后 于1996年来到了美国 希望自己也能像李小龙一样发展自己的事业 用自己的一身功夫在美国好莱坞打开一片天地 但现实与梦想毕竟不是一回事 经过了很长时间参加了很多比赛 甚至夺得的美国全国空手道比赛的冠军后 陈虎也没有打开局面 其实是想通过这条路能够让 能够走向 能够跟诗圈有一些联系 但是是没有达到目的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陈虎一直徘徊在失望与希望之间 而他在茫然的时刻 总是会想到李小龙这个偶像曾经的经历 李小龙当年去了美国 他也是一个外国人 来了美国 也是人生地不熟的 最后他能够成功 他能够行 我觉得我不一定就能行 但是我能希望像他那样去试一下 当1998年 美国电影《黑客帝国》开拍之时 陈虎在一个香港朋友的帮助下 顺利加入了著名的香港原家班 并随担任黑客帝国武术指导的 原和平导演一起 加入了这个顶尖的好莱坞剧组 加入剧组之初 陈虎就迎来了一个挑战 因为美国华纳影片公司的高层 和导演沃卓斯基兄弟 过去只是看过一些香港武术电影 从没有见过现场表演 所以心中一直存有一些疑虑 就说这个袁师傅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中国功夫 就袁导演就说那行 行那就成功你上吧 上去就 就耍了一套 然后就下面的演员就 因为没见过 练就了一身真功夫的陈虎 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美国人 让他们现场感受了中国武术的魅力 导演沃卓斯基兄弟 打算让陈虎担任影片男主角 基努里维斯的武术教练 但不了解中国武术的美国导演 接下来提的要求 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听说自己的学生将是好莱坞影星基努里维斯 陈虎非常兴奋 第一次闯荡好莱坞就给这么大的明星当师傅 觉得自己很幸运 不过当接下来这师徒二人见面后 看到了基努里维斯的状况 陈虎却感觉像有一盆冷水迎面浇了下来 当时那个基努里维斯是刚出了车祸 出车祸他动了手术 动了手术以后 那那个脖子吧 脖子不是那个断了吗 然后抱着那个微脖 就脖子不能动 然后另一抱留着大胡子就进来了 训练初期 陈虎面临着困难重重的局面 他一方面要实施针对基努里维斯的训练计划 尽快提高这位新徒弟的身体素质 而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各种干扰 脖子又不能动 刚才起来训练的时候 才有一个跟场的私人医生跟着他 就说大一点动作都不能做 然后转一下他不行 我刚练一会儿 那个医生就听 我什么事 这个动作不能做 他现在这个脖子还在恢复期 你不能做 那不做 那咱又换下一个动作 刚才练一会儿 天又来了 在中国 练舞一般都是在孩童时代开始的 而基努里维斯不仅没有武术基础 而且他当时已经34岁了 所以这种短期高强度的训练 对陈虎的耐心 对基努里维斯的吃苦精神 都是一种考验 非常的痛苦 对他来讲 特别是拉他的筋 然后我要把他 他的那个 一字马 横叉 竖叉 都得给他压下去 特别是横的对他来讲 简直就是要他的命 为了加快训练进度 作为教练的陈虎 可谓用尽了各种招数 有时候就只能对基努里维斯 狠一点 哄他 我说轻 你放心 你放心 绝对很轻的 不会用力 好 来不来不 来使劲看了 就打招了 然后完了 转过头 就很疑惑的眼神 把我看着 就说 你就不怕 把我弄伤了 随着基努里维斯的身体素质 有了一定的提高 训练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 他需要开始学习一些 已经设计好的武术套路 然而 对这个美国人来说 那好复杂的中国武术套路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练得不好的时候 他就 打脚一声 他就走了 刚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时 让陈虎很吃惊 因为在中国的师徒关系中 这种说不练就不练的事 是不允许出现的 但时间久了 陈虎也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场面 做到的从容应对 然后时间长了呢 我也就 就基本上找到一个规律 就是说 他就 到一个时候 他有一个爆发点 就是憋了很久 他啪 他要爆出来 爆出来以后呢 你谁也劝不了他 后来我就习惯了 他一抱我啪 他就叫 我就不管 我就喝咖啡去了 就等着 看的时间差不多了 大概 我看一下 20分钟 差不多了 过了 我就过去 开始练吧 他就回来了 就继续练 在三个月的训练计划完成后 作为基努里维斯的武术教练 陈虎随后参与了影片的拍摄 拍摄时 每逢有动作的场面 陈虎都得提前到场 因为每当自己的师傅在场时 基努里维斯在表演武术动作时 更加有信心 就拍之前 他都会 看一看你 我再给你比一比 我在这边 再给他比一比 他要看啊 心里有个底 就演员他总是在 开 做动作之前 至少要有这个 目光的接触 他知道我这个 师傅在这站着 我现在不踏实 拍完了一条 他就要问我 行不行 哪儿不对 这个不光人眼前舞技术 就是这个功夫高 他也是因为他这人本身 他就有这个定力 对于金鲁里维斯来说 过去的三个月时光 他接受的基本上是 填鸭式训练 你怎么教他 他就怎么在镜头前 照猫画舞般的表演出来 但往往计划 干不上变化 现场改动作的事 经常遇到 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金鲁里维斯 都会有很强的 对立情绪 现场不能改他的动作 如果你在现场 改他的动作的话 他就一下就会乱 因为他平时就按照这个 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所以他们在 在美国拍戏特别集会 就现场改动作 如果现场改动作 演员会特别不高兴 他说你教我的事 不是这样的 在电影中 这场著名的雨中决战 是一个很经典的段落 金鲁里维斯扮演的 尼奥 与雨果维文扮演的史密斯 在庞浦的大雨中 进行最后的决战 不管平时演练的那些招式 多么完美 可当两位演员 在雨水中 反复重复着那些动作 遇到了过去 未曾想到的情况时 也得适当改动一下 原来的设计 每当这时 陈虎都得抱着极大的耐心 一边为金鲁里维斯改动作 一边积极地给他解释 这个是各个部门合作的一个问题 不单单是我们一个动作组的问题了 这你就得给他解释很久 在参与了整个黑客帝国系列后 陈虎与金鲁里维斯 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这个徒弟也希望 自己将来有一天 能回报自己的师父 而随着陈虎选择从幕后走向幕前 金鲁里维斯开始用实际行动 表达自己的支持 2009年参与投资拍摄了 陈虎的第一部电影《功夫侠》 他是一个特别愿意付出的人 我也非常幸运有这么一个哥们 电影《黑客帝国》的第一部 获得成功之后 又接连拍摄了两部续集 成为了好莱坞科幻电影的经典之作 而作为金鲁里维斯的武术教练 陈虎也参与了这部商业大片的全部拍摄 在那几年中 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自己作为一名武术教头的任务 更是通过男主角金鲁里维斯的表演 传播了中国武术 弘扬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文化 好华人世界我们的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